小宝宝 哈喽哈喽哈喽 真的好突然啊 早晨七点多钟 给我老婆做早餐的时候 突然发现老婆要生了 好紧张啊 我跟大家打个招呼 紧张吗 我们现在已经 到了医院了 医生都给做了准备 现在就等着小宝宝的降临了 怎么办 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好紧张啊 但是现在医院有特别严格的规定 就不让我陪老婆进去生宝宝了 我只能在外边等着 老婆现在就要进手术室了 我就只能在外边陪着她了 我现在好紧张啊 你好 真的好紧张 我心事胆小 我看现在好乖好乖 她害怕她紧张 有道理 有道理 我在这儿等你啊 这儿等你啊 你去吧 同意啊 别害怕啊 你去吧 ヽ ノ 我都不知道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自己要做什么 阿弟爷的已经进了 手术室了 我又在外边等着呢 小棉袄 292年 很好 他慢慢一直贴着他就看眼睛了 然后看了他妈妈 特别神奇 然后也因为我这个亮亮的是红绿色羊发好 非常特别的同一个 就是一把那个的筋膜颜色 就是一把那个筋膜颜色 然后这个是他的小小鸭叶 做挺好的 这个是什么时间 13点 一定 然后我们看一些鞋鞋 谢谢 这边给你 来了 老婆哭了 怎么了 小兔 小兔啊 胃胖也是胃不出 这孩子一下就胃了 这成一天就是胃了 什么鬼道给你帮了啊 你 你有分觉 不能没有感觉 大概三个小时左右 好 就慢慢你就 今天已经是我跟我老婆 在医院里的第四天了 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三口之家了 今天老婆的状态恢复得还不错 但是伤口还是很疼 本来昨天就 应该是最后一天 今天出院的 但是老婆的伤口太疼了 所以决定再在医院住一天 然后她的状态也恢复得好了一点 现在就可以跟大家打招呼了 我老婆还臭美 她不想状态不好的时候 让大家看见她的那个样子 我们家小宝宝在哭呢 宝宝不哭了 不哭了 她的状态恢复得好多了 她的状态恢复得好多了 她两天疼得都下不了床 我们家小宝宝饿了 要吃奶了 我觉得在医院里给老婆做陪护 太好了 这真的是一段不同的经历 我每天睡在这里 我们两个离得很近 现在不能吃得太油 还要吃清淡的 属于伤口在恢复 然后也属于月子残 要忍着点疼 老公扶你 太不容易了 我吃你剩的 吃苦了 把这段生活记录下来 以后等宝宝长大了 可以给宝宝看 这是我老婆每天吃的家餐 酸奶 来 水果 在吃什么呢 今天帮我们也演 在吃水果吗 嗯 还疼吧现在 疼啊 太辛苦了 女人生宝宝真的 太辛苦了 多吃一点 老公在这陪着你呢 我去喂奶了 去喂奶了 去喂奶了 去吧 我们今天就要出院咯 然后带着宝宝 陪妈妈去坐月子 今天状态好很多了已经 没有之前那么疼了 可以坐着吃了 宝宝现在也都特别好 特别健康特别可爱 关键是特别白 我跟妈妈都不白 那你不白好吗 我 我是黑 但是宝宝有点太白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一个这么白的宝宝